不知道這是什麼玩法 挑戰一下一天拍十部的人生四架 帶大家一起去試服 很荒謬的組合 又是廁所 很失敗 這一間就不太推薦了 大家好 我是J 韓國這幾年除了Town Voodoo越開越多之外 不得不提的 就一定是人生四格的店 我一月回香港的時候也有發現 在香港也是越來越流行 住在韓國的我當然也不例外 基本上每次跟朋友出完街都會發現一張作為紀念 但是作為原祖的韓國 果然真的走在這個時尚的尖端 新推出的背景是真的越來越新奇古怪 例如有飛機啊 廁所啊 電梯啊 洗衣機啊 這樣 所以今天就打算帶大家跟我一起去試服 因為今天帶大家一起去的機 全部都是整理在宏大那一邊 所以大家來韓國之前就可以參考這段影片 而且一定一定要看到最後 因為最後就會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私心推介 在失敗裡雲苓的店舖門 以及一些根據不同的店舖 而怎樣可以輕鬆地獲得美照的Tips 無論去到哪一間都可以放心任營 我們試給亦遲馬上去片 第一間去的就是拍美國校園封的照片 它是叫Aura Peak 位於延南洞的二樓 上去就會看到有三部機 一開始就是看到有學生證 還有插畫圖鴉封的frame 而吸引我來這裡 它總共會拍十張 然後在裡面選九張照片 選的照片是可以重複的 我個人的經驗來說 它的插畫位置是偏高 大家就不要像我這樣高估了自己的高度 之後中途才發現原來是不行的 急急忙地放回腳踏下去吧 大家都可以試用外面的道具 例如有耳機、頭褲、太陽眼鏡等等 令照片更加豐富 拍完之後都可以去到外面的位置 有些cutter和marker 給大家填寫和裝飾這個學生證 通常拍完都會有個QR Code 可以擔當Digital版和影片 在這一間如果想分別收到九張照片的原本 就要另外加多1000W 整體來說我也是推薦這一間的 它的概念也蠻有趣 而且5000W就可以拍到九至十張照片 我覺得性價比也蠻高的 在同一間它還有另外一個Theme 就是這個魚眼電梯 其實我知道有好幾間都是有這個電梯的背景 不過這裡的加分點就是 它的鏡頭是魚眼 它令照片更加特別和有趣 我也有些tips 就是這個高炒的照片 就是大家可以盡量伸直手腳 利用這個鏡頭的特性 令照片看上去更加有層次 沒有那麼單調 另外也可以善用你們的電話 例如假裝真的坐電梯在看電話 或者可以開這個厚子的鏡頭 調成0.5倍 令照片更加有緩美 輕鬆獲得這個Y2K的照片 魚眼電梯這一部機我也是推薦的 拍了這麼多次都真的第一次看到這種圓綠綠的照片 塞麥是真的蠻可愛的 而且它把照片拍出來的色感我覺得蠻好看 外面還有一個梳化的打卡位 之後第三間就來到一個我自己都蠻期待的背景 再看一陣子之後終於到我了 就是這個洗衣機主題 它這些細節做得非常好 在這個背景要拍得好看 先用道具是真的很重要 就例如是後面的Display 或者是洗衣機本人 好像它的門一樣 很荒謬的組合 雖然拍那個瞬間真的會覺得 到底拿著這個洗衣粉或者牙膏 拍出來可不可以好看呢 但大家真的要trust the process 它最後出來的色感是真的蠻好看的 而且這一間是當日去了這麼多間人生四格 大家的燈是最好看的 而且它的背景真的蠻特別蠻有特色 所以這一間也是蠻推薦給大家的 作為一個我拍過過百張人生四格的人 因為人生四格的那些機本身 它的燈光都偏大 而且它的後製會自動去調高曝光 所以為了拍出來眼睛有神 眼妝是真的很重要的一環 我自己試過很多不同的妝容之後就發現 原來我是屬於不適合黑色眼線的人 因為顏色太實或者太深色 反而會導致兩個極端 要不就妄裏太餓 要不就妄裏太肚 要不就妄裏太肚 它既是保留了黑色的那種銳目感 有下放大雙眼 同時又多一份又和乾淨的感覺 它的筆頭都很幼細 可以很容易地精準去控制和操作 而且很特別的是它採用了這個 穩定脈瘡的設計 可以保證兩三個月內是保持著流暢地出脈 就不會怕一跌落地就馬上斷脈 或者用一段時間就不再出脈 這些情況發生 萬寧現在還有一個Must-Have 3盒1的套裝 除了眼上有一支茶中式的告別NG眼線筆之外 還包括了70ml的眼唇卸妝液 和一個萬寧的節目 大家有興趣就快點去萬寧帶它們回家 之後第四間去的 就是一間叫Candy Photo的店舖 它另外還有電話廳的主題 和Green Screen的Booth 可以AI後製背景 帶我來就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這個爆HOPPING的廁所主題 它那個影相booth 比我想像中要小很多 就真的只有馬桶和旁邊牆上的幾排紙巾 現在這樣重提都真的很佩服韓國人 到底是怎樣可以想到做一個這樣的主題出來 不過我想說就是 這一間是我有史以來第一次拍人生世界 是失敗的 超級失敗的 有三張是還沒準備好 這個是我拍攝機的時候 它插進去 它就會沒有人 它的螢幕是在這裡 但是它的攝像是在上面 所以如果要看鏡頭的話 就很難看到它的倒數 然後拍到尾聲才發現 原來它的攝像上面 是會有一個顯示燈 在最後那三秒就會變成黃色 拍下去那一刻就會變成綠色燈 那就撐住就可以了 大家來這裡就知道 就不像我這樣 勁手忙腳亂 不知道看哪裡 然後還有大失敗 這一間呢 我自己就不太推薦了 一來它太多太Sharp的顏色 二來它這樣高插下來 最後一張照片其實不太看得清楚 馬桶 所以這一間我應該就未必會再去拍了 當日最後去拍的呢 就是這一間BYTP 同時也是 我那一陣子排得最久的一間 進去會看到它店鋪的內部 是很有心思的 有點像英國地鐵站的感覺 拍照的車門是可以任意動的 車廂裡面也有扶手 還有一些車牌 我覺得也挺像真 不過這一間也同樣是 它沒有提示音 而且在螢幕上倒數的數字 也不是很明顯 所以有幾張都還沒準備好 就插進去 這一間的frame和filter 是當日拍這麼多間裡面最少 就只有黑白可以選 鏡頭就在螢幕的下面 就是中下方 所以人的比例或者表情 拍出來就未必是最好看的角度 我想這一間是可以給他多一次機會的 可能如果有朋友說想拍 可以陪他再去多一次 我會建議無論大家是一個人拍還是幾個人拍也好 就不要選擇的長條形 而是選擇大大張的尺寸 那他人應該就會看清楚一點 大家 現在時間已經是10點了 雖然說今天這個challenge 試到很多不同的新的背景 是真的挺新鮮 還有挺好玩的 不過真的不要說今天奔波了全日 都真的挺累的 但今天在外面逛了全日 可以看到眼妝 尤其是眼線的部分 是真的保留得很完整 即使沒有特別定妝 都不會說會融成窮貓眼的問題 Maybelline這次還新推出了兩種顏色 分別是鸾醬灰和水泥灰 都是很白搭很日常乾淨的色調 可以幫助增加妝容透明感 而且又可以保持雙眼睛很精靈有神 如果大家都想像我今天化這種clean makeup的話 就不要錯過Maybelline這次一齊推出的一加一加一套妝 除了我現在用的茶中色之外 還有新色暖象灰 加上一個我今天都有用的 可以胭脂眼影兩容的珊瑚色 現在在Maybelline買滿159元 還會送這個不時遊戲機的隨身鏡 大家有興趣就去Infobox看看詳情吧 今天在外面和大家一起拍的 全部都是一些新的我未拍過的機器 除了一個五部之外 我也另外想跟大家分享多五部 是我自己平時拍得最多和最信任 第一間就是Mono Mansion 個人喜歡它的原因是 它的框是比較特別 很漂亮和很Vintage 它拍出來就是比較偏Warm tone 我覺得比較適合一些喜歡木質 或者是大自然感覺的朋友去拍 第二間就是PhotoGrey 這間特別的地方就是 對於它有Live的MacBook Filter 就有心心啊 蝴蝶啊 那隻鳥啊 那隻鳥啊 之後大家下載那支影片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是會動的Filter 它的後製Filter就是偏曝光多些 還有可以選擇酷通的 第三個就是Hallupilum 這間也是曾經風魔一時的店 最多人選擇就是它經典的那個配色 就是白色邊和淺藍色的底 它多數的背景指都是比較偏Pastel tone 所以有個好處就是它都很顯白 那第四個就是Ensignicode 就真是這個人生四甲谷的最元祖的祖先 很多時候很多不同的卡通人物啊 或者是明星啊 一些webtoon都會找他們來合作 來做一個期間限定的frame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他們IG 或者經過進去網下這樣 看看近期的frame是哪些theme 最後一間就是 以我認知它是第一間 出這個半透明的人生四甲照 我不記得它是什麼名字 不過它也是在雲大 是有點像X-ray的 因為始終它不是完全實色 所以比起離遠影 我個人覺得 你盡量站在鏡頭大一點 出來反而效果會更好 這條10間韓國人生四甲的懶人包 就來到這裡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呢 希望對快來韓國旅行的大家 都有幫助 想看什麼影片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很快在下一條影片再見 안녕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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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個 occas了 再見 與覷 tuckedính 還有 singing 一陣子 有隊伍 QA 你會 rectangular住在密封鍵